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市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抓捕江泽民 条件成熟 一早不宜迟 抓捕江泽民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个目标 习近平实际上这两年以来 打火的一个整个的过程 实际上都是为最后的这个行动 做一些铺垫 目前可以说是 时机成熟 条件成熟 一早不宜迟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说条件成熟 那么以前几次呢 我们已经从天时地利人和 这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今天呢 我们就从具体的准备工作来谈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军队武警 政法委国安等这方面的 这个硬件方面的准备工作 应该是部署完毕 首先看军队 从去年到去年年底为止 军队进行了大清洗 大整顿 大洗牌 是吧 那么习近平实际上就是包括呢 就是抓捕徐才厚 还有这个即将抓捕郭伯雄等 还有这个古田的四十大会啊 还有中纪委 军纪委准备对这个海军 实际上正在进行啊 对海军 空军 武警总部 总参等九个关键部门进行巡视 所以这些实际上习近平已经通过这些呢 达到了对军队的掌控 是吧 这里边有几个比较突出的标志 第一个是军队的四总部和七大军区 多次表示对习近平的效忠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实际上提前宣布了 要进行抗日战争七十周年的这个大阅兵 当然了阅兵本身呢 并不表示是吧 军队有多大强大是吧 实际上也不是说对外面来展示军力 他实际上就是对内来表示什么呢 他已经充分掌握了军队的这么一种信号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通过这个大整顿大洗牌 对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 已经充分的掌握有备无患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你要出击的话 你首先自己的底盘 这个银盘要稳 还有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的七月份的时候 在华中华东地区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 长时期的空中禁飞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有的人说是为了 是说江派在搞政变 其实不是 现在的情况来看 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周永康外逃 实际上习近平通过 这件事情呢 显示了他能够阻止江振民外逃的这种能力 这是从这个军队这方面来看 军队武警啊 国安这方面来看 还有一个 政法委 政法委的权力 实际上在习近平一上台 在高层已经把他边缘化了 是吧 那么到目前为止 在全国29个省市 政法委的书记已经不再兼任公安厅的厅长了 实际上就是从全国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政法委权力被削弱了 而这个权力被抓到习近平的手里面来 另外通过反间谍法的出台 以及抓捕国安部副部长 马健等一系列行动 实际上已经才开始大规模的清洗 整顿中共的这个国安情报系统 是吧 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这是第一方面 就是从这个军队啊 武警啊 政法委国安这方面来看 还有一个 从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来看的话 现在都已经集中到习近平大疆的这一方面来 我们知道红二代 红二代实际上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 曾经在多次场合 是吧 进行聚会 表示这个支持习近平打僵 这个里面就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习近平要通过这个红二代这个力量来孤立 这个当然首先是薄熙来 但现在薄熙来已经被关起来 还有就是最重要就是对这个郑庆红 是吧 孤立他 郑庆红已经被彻底孤立 还有中共的元老 像万里 田基云 宋平 是吧 朱镕基 李瑞环 胡温等 这些 实际上都通过各种的方式表态 支持习近平打江 是吧 还有 当然我们这个已经多次谈过 就是说受到江的这个维稳政策迫害的各界民众 实际上早就迫不及待 是吧 这个希望尽快的直接抓捕江志明 郑庆红是吧 让历史走入到下一步 下一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是两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政治力量 第三 我觉得啊 现在通过打江这个步步 围剿和舆论的造势 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候 我们知道现在从这个周永康被抓起来以后 现在直接的这个矛头已经开始向 指向郑庆红 是吧 蒋庭安 江绵恒 吴志明 这些江泽民 这个靠最近的这些情形 即是要向江泽民周围直接收网 在宣传方面看 中共的三大媒体 是吧 或者说已经被换人了 或者说呢 正在经历着大整顿 实际上都在逐渐的向习近平这方面靠拢 是吧 这个 另外通过这个宣传 反腐不封顶 是吧 没有铁帽子王 开工没有回头剑 锁定关键少数等这些东西 从公共舆论这方面来说 整个的形成了一个 这个 终极老虎 就是江泽民这一个社会共识 这点已经非常明确了 所以说这个舆论工作也做了差不多 最后 习近平在最高的权力结构当中 已经稳超审计 我们知道习近平实际上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 是吧 成立了这个国安会这个小组 以及深化改革小组等 其他的小组 是吧 这个结构 同时呢 就是扩大了中纪委的这个权力结构 通过这方面的话 呃 打破了江泽民留下的九龙治水 也就是常委各管一滩的这种局面 实际上抓到了实权 那么到现在为止 实际上是两会两高 和这个国务院两会嘛 当然就是这个人代会和这个政协会 是吧 还有两高嘛 就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 国务院 这五个机构实际上直接都向习近平汇报负责 江派这个三个常委 实际上现在已经实际上被架空了 是吧 这个权力呢 已经被边缘化 同时呢 这个习近平让这个中纪委的常委 打入到天津 基林 上海等江派的老巢 来制约 目前江派常委的发言权 这点呢 做的也是很 也是成功的 是吧 总而言之 习近平现在的策略呢 就是说 一方面是步步为营 就像当初蒋介石反共进行五次大围剿 这种方式非常相似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说 江派进行反击的话 习近平立刻重拳回击 是吧 但是呢 我觉得这方面呢 这个可能是旷日持久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且呢 夜长梦多 因此我觉得好 抓捕江振民 是万事俱备 应该说是一早不一辞 为什么这么说 下面呢 我们有几点原因可以分析 第一个 大家设想一下 江振民 如果说哪一天突然之间死了 那么江振民欠下的血债 就有可能落到习近平头上 是吧 习近平成为了一个冤大头 当然习近平不会去承担这样一个罪过 是吧 第二 如果江振民 不被抓的话 那习近平我觉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因为现在江振民是死到临头 他会采取各种的手段进行富裕顽抗 狗鸡跳墙嘛 是吧 甚至会这个鱼死网破 这种措施都会出来 那如果习近平沿着这个后发之人这个逻辑 路子在走的话 实际上是有危险的 因为你不知道江派他现在伪装了人 有多深 是吧 另外的话 你对于疯狗的话 你没有必要等他先咬人再出 再出手 是吧 对于一个罪犯来说 你没有必要等到他再次再作案的时候 再把他作纳归案 是吧 你可以掀下守卫墙 掀发之人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 就是江振民存在一天 这个犯罪集团的主犯 没有归案的话 那么依法治国和伸张正义都成了一句空话 而且呢 不管是什么梦 大国梦也好 这个梦也好 是吧 都成为一种空想 因为江振民他不会让你干的嘛 是吧 处处来这个阻碍着你 是吧 这是一个 第四点就最后一点 我觉得好 这个人民和上天留下的时间应该说是有限的 目前 实际上习近平集权的这个程度是空前的 相对应而言 这个对网络 自由的封锁和限制实际上也是空前的 而且呢 这个整个的一个迫害机制 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迫害 并没有结束 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这种活摘器官 这种反人类罪行 仍然在继续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习近平应该说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好 应该是在跟时间赛跑 如果抢在时间的前面 立即抓捕这个江泽民 郑庆红 是吧 那么我觉得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落在时间的后面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会错过历史给予的机会 总而言之 抓捕江泽民 一早不一辞 中国有句话 就是说什么 对恶魔的姑息 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好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